拨是右手的食指 中指 无名指 同时向内拨两个弦 一般都用在六弦 七弦 或者一弦 二弦 中间也有 动作要领是转动小臂 以大臂为轴 向内 然后手是三个指头 触两条弦 自然地收回 用指尖碰到这两个弦 不要转动手 也不要翻手 也不要胳膊肘向外转 自然地放松的 一般都是双音 或者八度音 这就是 拉是食指 中指 明指 向外拨弦 跟拨相反 一般拨拉是连用的 就是拉 经常是 或者是 拉符 就是在拨拉的拉以后 杀住琴弦 两个动作合在一起 所以就叫拉符 不要有太大的动作 不要有太多的弦 自然地放松的 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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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